月经大量出血,子宫肌瘤尽量贫血。 碧补液酸、铁、维生素C均衡营养。 女性脸色容易苍白,经常头晕,手脚冰冷,小心都是贫血的征兆。 甚至许多离坏子宫肌瘤的女性,月经来时经血量大,长期疏忽也可能酿成贫血。 俗话说,十个女人,六个贫血,但是你知道自己可能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贫血吗?哪一些食物有助于预防贫血?来听听营养师姐说。 营养性贫血可区分为,缺铁性贫血,缺铜贫血,缺心贫血。 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自己贫血了,其实,贫血不是只有一种。 容易被忽略因缺乏蛋白质、维生素A群、液酸、铁、维生素C等营养引起的营养性贫血,长期治之不理,恐会严重威胁我们的身心健康。 乌日林新医院营养科江秋月主任表示,因为营养素缺乏而导致的营养性贫血。 又可区分为缺铁性贫血,聚红血球性贫血,营养不良性贫血,摄取蛋白质,热量不足,和缺铜、缺心贫血。 除了因基因缺陷导致的遗传性贫血,除了因基因缺陷导致的遗传性溶血型贫血,如,镰刀状细胞贫血,Cycocell anemia,和海洋性贫血,Cylocemia,之外,大部分之营养性贫血,可以极有饮食来改善。 严格来说,长期营养素的老年人,容易缺乏维生素B12,属于贫血高风险族群。 认识六大贫血类型。 1. 营养性贫血,一般而言营养性贫血通常是因缺乏蛋白质、维生素B群、液酸、维生素C以及铁、铜、铅等矿物质而引起的。 2. 缺铁性贫血,根据统计,在台湾的贫血患者当中,高达6成都市缺铁性贫血,当铁质摄取不足,吸收不良或流失,均会导致血红素生成不足,而造成缺铁性贫血。 3. 小球性滴血色素贫血,hyperchromic,microcytic anemia,缺乏铁质和维生素A6,皆可能减少血色素合成,导致红血球体积变小,颜色变淡而形成。 4. 巨母红血球性贫血,mygaloblastic anemia,缺乏液酸,维生素B12则亦导致。 5. 缺统集缺铁性贫血,不常发生,较可能发生在长期肠道吸收不良的人身上。 6. 绕血型贫血,大都发生在残痘症患者,为基因性遗传,非属营养性贫血。 5. 另外缺乏维生素A,也可能造成绕血型贫血,但较少发生于成人。 5. 因大多数食用油中都含有维生素A,且很多食物亦含维生素A,例如。 5. 坚果类,蛋黄等,血中维生素A会较低,大多出现在早产儿。 5. 过度结实,紫色的食物产品,因大多数食用油中都含有维生素A,且很多食物亦含维生素A,例如。 5. 子宫肌瘤患者精血量大,恐会出现贫血。 5. 造成贫血的状况白白肿,一般常见的腹泻,肠胃炎,也会影响肠道对铁的吸收。 5. 以及痴疮,重瘤或慢性消化性溃疡等疾病,则可能导致慢性失血而增加铁的流失,进而引起贫血。 5. 另外,妇女罹患者精血量大,容易造成生理期精血量大,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形。 5. 此外,也常遇到正在减重的女性族群,因为过度结实,在摄取蛋白质、热量。 5. 因此,无论如何,均衡饮食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才能避免营养缺乏所引起之贫血。 5. 若贫血严重无法有饮食加强来改善,通常由医师建议开刀治疗。 5. 将秋月主任指出,贫血是否有明显症状,会依个人的差异有所不同。 6. 一般而言,轻度贫血常常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7. 较严重之贫血则会有头晕、头痛、记忆力衰退、脸色苍白、疲倦、体力变差、容易喘、心悸等。 8. 预防营养性贫血,六大类事物要均衡摄取。 9. 要预防营养性贫血,必须摄取足够蛋白质、热量、铁、维生素C、维生素A6、B12、以及叶酸等营养素。 9. 所以,平日应该注意六大类食物均衡摄取,包括,主食类、豆鱼蛋肉类、蔬菜类、水果类、奶类、油脂类。 9. 这些食物分别富含了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糖类、蛋白质、油脂、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身体血球的制造需要均衡营养素来合力制造及功能运转。 9. 固贫血问题非指单一补养含铁质食物,就可以长制久安、均衡饮食提供全方位的营养素,才是预防营养性贫血的最佳上策。 9. 长期吃全素药摄取足量黄豆制品及坚果,避免缺乏蛋白质和铁质。 9. 比较需要注意的是,长期吃全素的民众,其蛋白质来源仅有黄豆制品,故每日皆要摄取足量黄豆制品及坚果种子食物,以避免蛋白质和铁质的缺乏。 9. 蛋奶素食者叫全素食者营养均衡,可降低缺乏维他命B12的风险。 9. 高铁质食物如红肉、牛、羊、猪肉、蛋、黄豆、蔬菜类中的黑木耳、菠菜等。 9. 主食类可多选择糙米、燕麦片,及坚果种子类如杏仁、芝麻、花生、腰果等,皆是不错的铁质来源。 9. 预防贫血保健养生方法。 9. 江秋月主任表示,预防贫血,除了饮食补铁补、维生素B群等食物之外,还有以下保健养生方法要注意。 9. 不挑食,饮食要尽量均衡。 9. 避免摄取过量的茶饮、咖啡。 9. 进食时应避免同时饮用茶或咖啡,其含有的丹宁酸、tanning。草酸、植酸,皆易与铁结合,不利肠道吸收。 9. 摄取茶类或咖啡,建议最好在饭后一小时之后再食用。 9. 另外,维生素C可促进铁质的吸收,若进食时适量喝新鲜果汁,将有助于促进铁质吸收。 9. 其他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如前述之疾病治疗。 9. 吃全素者需适度给予营养素补充剂。 9. 如素人口中以老年人居多,严格执行素食的人。 9. 可食用添加维生素B群,包括维生素B12,的苦物食品及啤酒酵母,也可以照医师指示服用维生素B12的补充剂。 9. 还不为了保存生素质。 9. 万均与养剪异酪剪弥酱。 1. 鱼养剪弥酱。 2. 领面并剔剪弥酱。 2. 领和剪弥酱。 3. 领和剪弥酱。 2. 领和剪弥酱。